但是这个阿嬷呢 大方将存了一年的存款 拿去买餐券 买的卖水果也不忘帮蔡英文拉票 因为74岁的老阿嬷 是民进党主席蔡英文的忠实粉丝 为了买一张一万元的募款餐券 挺小音 老阿嬷拼了 老阿嬷五十多年来 靠着水果摊维生 收入微薄 好不容易省吃俭用 一年才存了一万元 毫不犹豫掏出私房钱买餐券 更号召其他亲朋好友一起来 有啊 太多了 没听我 我才打下去 要台湾这边就要听我 艰苦人 因为这些 要不辛苦 老阿嬷五十多年来 要买一顿餐饭 跟蔡英文赞助一下 不只水果阿嬷热情支持 还有油漆工也特地趁午休时间 到议员服务处购买餐券 尽管他们生活没有很富裕 却大方拿出血汗钱买餐券 力挺蔡英文 要选出台湾第一位女总统 三天新闻朱俊杰高雄报道